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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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其實這些變種 是這個病毒的特性 其實傳染了這個變種 可能又會有第二個變種 因為其實如果社區裏面 越多人感染病毒 推動變種壓力越大 其實新冠病毒引起肺炎 最後要防方法就是打疫苗 它不是打之前問自己是否適合 它是打之後問自己是否打錯 正正這就是令不必要的焦慮產生的地方 好像次序錯了 所以我覺得市民應該趁著這段時間 香港比較穩定的時候 就把握黃金機會 為了自己的免疫力做第一層的屏障 唐尿病的病人其實更加需要打疫苗 因為如果他一旦中了新冠肺炎 他們的死亡率和併發症出現的機會是大很多 至於安不安全打疫苗呢 每個病人都有些不同 如果你是把你的糖尿控制得好 所謂好不需要一定百分之百好 舉例你的糖尿控數低於八個百分之百 都可以接受的等級 其實再加上你沒有什麼嚴重的病發症 其實你是可以去打疫苗的 因為確實其實不只是這個疫苗 所有的疫苗 它背後都會有一些風險 變成實際上 我們其實都真的需要去認清這些風險 認清完 我想我讀過 我問專業意見 我覺得OK了 我去做 大家記得有幾十人是因為打疫苗之後 是因為那個疫苗是間接的 暫時來說 我們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暫時沒有任何直接關係 都是間接地劃發了他們是有心臟病發的情況 但看回很多數據 這些出事的病人 其實本身都有很嚴重的觀心病 就是他們自己不知道 也是因為這個疫情 很多香港市民想打疫苗 就多了很多香港市民自發性 來做一些心臟檢查 比如這麼說 這十年八年都沒有試過 心臟檢查的需求 好像這兩三個月是這麼誇張 最擔心的是一些糖尿病的病人 你知道他們患這個 觀心病的機會是非常之高的 很多時候也是沒有什麼病徵的 我不會有心口痛 又沒有氣喘 我什麼事都沒有啊 醫生 我一定不會有心臟問題 那絕對不對 因為糖尿病的病人 我們在這個疫情 叫他們做一個電腦掃描 看看他們心血管的情況 其實是有成一半 當他們的糖尿病 是超過了五年以上 又或者他們五十歲以上 其實心血管病閉塞的機會出現是很高的 我們其實發現了很多這兩人的病人 他們需要處理了血管問題 才去打疫苗 其實真的是因為這個情況 都救了不少 有些癮症嚴重的觀心病的病人 你如果連第一步 你自己都沒有做的 即基本的都沒有做的 那你將來怎麼打加強劑呢 就算有加強劑 你都不是打加強劑 對於你來說都是第一步 即是第一步 所以我覺得 現在也是看到 譬如香港來說 都很幸運 我們還可以選擇 只有兩種疫苗 那兩種疫苗都有足夠的數據 就是在很多不同的國家 可以看到 起碼我覺得 這個是最基本的 這個bottom line 就是它避免重症 和死亡 和進入心治治療部 是很好的 它出來的數字都是超過九成 你要明白 疫苗都是藥物 所有藥物都有副作用 暫時來說 我們藥物雖然很進步 但都未能做到任何藥物 是完全沒有副作用的 你既然都打了 你就不要問會有什麼副作用 因為其實 如果有的 你應該已經受了 如果沒有的 似乎都應該沒有了 那你又沒有理由呢 打完之後 走去嚇自己 這些就真是 沒有事情做 拿來害怕 讓我來看 你敢看 你要看 阿